今次做一个蒜蓉豆腐无水蒸鱿鱼片 这里有一块布包,我切六块 鱿鱼片我会切双飞 加点胡椒粉丝或酒 大约一大粒蒜头,剁碎 有少少熟蒜,蚝油,葱花 这些蒜蓉呢,我首先要蘸熟油,让它更香 蘸熟油之后,我会加少少调味 稍后就会铺在鱼上去蒸 蘸熟油到蒜蓉之后,我再加1茶匙蚝油 然后加少许糖 大概这么多粒,然后拌匀 然后再加熟蒜,中意可以加少许糖 加少许糖,加少许糖 再拌匀 拌好蒜蓉之后,稍后就铺在鱼上蒸鱼 这个无水蒸鱼,我会用葱蒸锅底 然后就铺我们的豆腐上去 铺好豆腐之后,现在就将我们的鱼片铺上去 铺完鱼之后,我们将我们的蒜蓉 平均地铺在鱼上去 我们现在铺在鱼片上去 我们稍后就直接上火蒸 这里大约蒸5-6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鱼片已经切开了 另外这次真的不用下水 因为这些豆腐会出水 稍后自己就会有水 现在蒸了大约5分钟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 它已经出水了,不用下水 现在我再加少许葱花 再加少许葱花再烤一会儿 就可以了 现在关了火,烤了三多分钟 看看,先试一下味道 如果不够咸,再加少许葱 我这个无水蒜蓉豆腐精华鱼腩片 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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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击 Hudson